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正在推行他的文化革命 文化革命就在文化领域进行 对演艺界 对高校教育界 对音乐界 他全面的下手 就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对话剧 海瑞八观进行批判 然后对其他的一些文艺作品进行分杀一样 那么现在习近平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也要从文艺方面来着手 这次呢 理智币查封 实际上反映了他的这种文化革命的决心 也看出他要扼住人民的喉咙是越来越紧 那中共为什么对理智的歌曲这么害怕 为什么对摇拱这样一种音乐形式 这样的表现出他们的恐惧的心态呢 实际上通过理智的歌曲 我们想到了崔健这样一个人 崔健呢 也成为中国的摇滚之父 他是我们那个年代最恒惑的歌手 我1990年到北京的时候 那时候北京呢 年轻人对他非常的崇拜 因为他代表了一代人叛逆的精神 在一种不自由的政治状况下 追求个人自由 反对禁锢 反对传统 这样一种精神的集中的一种表达 那么崔健呢 实际上跟理智有很多的相似的地处 他们用一种反粉的隐喻的方式 表达对社会的不满 像崔健呢 他刚开始是用摇滚的方式 唱那个南尼湾那首歌曲 比称为《魂歌皇唱》 因为他用摇滚的方式唱这首歌呢 结果把他从那个化学团里给赶出来了 这个实际上就是典型的一种反粉 就是把你的本来是一种革命歌曲 我用一种摇滚的方式来唱 实际上就是贬送你 羞辱你 是这样一种样子 后来呢 崔健在这个国人体育场 唱这个《一无所有》 他唱的时候呢 穿着一个裤子一高一低 披着这个头发 这个声音嘶哑 跟那个传统的唱法完全不一样 所以对当时的叛逆 造反啊 对这个社会不满的那些年轻人呢 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共振的一种效应 所以这个一下一无所有开始奋靡 后来在这个1989年《学生应论》当中呢 崔健在广场上给学生打气 传为佳话 在1990年的时候 他创作了一首歌曲 就是《最后一枪》 里面的很多的歌词让人想起了89年 里面一开篇就强调 有一颗榴弹打中我熏堂 刹那间很多往事运上我心头 所以呢 这个歌词一下让人呢 就想起了89年六四镇压 用机关枪散射 很多人给打死 那么这首歌曲后来也被查封 我当时呢 因为这个歌曲所在的那个磁带叫《解绝》 我去买那个解绝都买不到 那个店家说 哎 这个比这个文化局的人给查走了 所以就说 崔健呢 他这样一种 稍微跟政治有关系 表达年轻人的奋猛的这个歌 当时呢 也是不容政府 但是崔健呢 在这个私人的一个地方 或者说在酒吧 在一些地方上 他还是能演出 但是他用呢 一些隐喻的 所谓带一点擦边球的形式在演唱 那么现在李治呢 实际上也继承了崔健的这样一种摇滚精神 他也经常用一种隐喻的方式来表达年轻人 对政治专制的一种不满 比方说他的这个广场 这首歌 这个歌的这个名字就让人产生很多的联想 里面也常提到这个塔板车啊 提着有人用枪对着你熏堂啊 等等这些词啊 让人一下就想起1989年的这个广场 所以他的这首歌啊 在这个海外的我看很多的视频上 都配上这个89年学生的那些图片 啊 实际上他本身是一个艺术啊 他要表达的这种精神力量 并不是具体的事件 但是呢 比很多人配上了这些图片 配得好像也是天一无缝啊 还有他唱这个199年年的春天 他唱这个姐姐呢 一去不复返 所以呢 这个很让人想起这些外地的大学生 1989年参加学生运动 这种最后在广场上凶弹的故事 当然他最有名的就是《人民不需要自由》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呢 实际上就是一种反粉 就是说 正话反说 人民需要自由 但是呢 他用不需要自由这种方式给表达出来 这就是摇滚精神 反粉 嘲讽 你把人民当猪 当猪一样一样 人民不需要自由 人民只知道银子 只知道姓 只知道作外 其他的都忘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有一种反粉的形式 就是说 我们不当猪啊 我们需要自由啊 我们需要表达自由 我们需要艺术自由 他没有正话正说 还是正话反说 这样的话 产生的艺术的效果更加的一种强烈 所以他的人民不需要自由 这首歌 实际上产生的精神冲击力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中共呢 弃得要命 一方面呢 因为他没有明显的那些达到共产党啊 追求民主自由啊 什么维权 抗制这些字也没有 但是你通过他的旋律 称过他的片言之语的这些歌词啊 你会嗅到他是反对中共专制的 他是不喜欢共产党的专制的 他要追求个人自由的 这些呢 都是中共最恨的 一方面他抓不到八柄 不会以这个什么罪名啊 马上抓起来 也不敢用罪名抓起来 另一方面 他知道这个骨子里追求自由的 所以他束手无策 也非常难办 但是呢 现在这个新的文革来了之后呢 他就采取这种查分的形式 全面的查分 不给你市场 除非你到海外去 以后可能海外都去不了 如果这个理智有些所谓的抗争的行为啊 说不定呢 在最关键的时候 他把他给抓起来 也是有可能 如果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呢 那理智早就给抓起来关进牛棚呢 或者是把他直接给判刑去劳改了 所以这个习近平呢 是越来越独裁 尤其他在文化领域 意识形态领域 他实行全面的独裁 他要让他的习思想入脑入心 所以把任何形式的反抗 任何形式的对社会的部门呢 全都他要扼杀掉 理智他是一个值得让人家 这个效法的一个青年 就跟当年的崔健一样 他们用一种艺术的形式 表达年轻人的反抗的精神 叛逆的精神 这种精神呢 应该代代相传 所以我们希望呢 理智呢 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而不是比中共所扼杀了 好 我们最后呢 以理智的人民不销自由 和崔健的最后一枪作为结束 谢谢大家 再见 一个兄弟来看我 一个兄弟来看我 带着影子和故事 他微笑着听我说 人民不需要自由 人民不需要自由 自由 这是最好的年代 最好的年代 人民不需要自由 自由 这是最好的年代 最好的年代 我会不是比较好 你会比较好 人民不需要自由 我会比较好 这是最好的年代 你会比较好 我会比较好 人民不需要自由 这是最后的年代 兄弟喝多了再苦 爱能应当的太久 这是我总会想起 人民不需要自由 人民不需要自由 这是最后的年代 人民不需要自由 这是最后的年代 如今留下了一切 除了杯子和袋子 他一直想告诉我 人民不需要自由 人民不需要自由 这是最后的年代 人民不需要自由 这是最后的年代 人民不需要自由 这是最后的年代 人民不需要自由 人民不需要自由 这是最后的年代 人民不需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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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葬禾 跪歧 葬禾 恢复 贵心 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u got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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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got me